今天鬥冷梅 Fighting 大家好 我是Joey 這位是資深體育主播梅哥 大家好 我是梅盛銘 因為全球暖化造成了極端高溫 有一天比一天熱的感覺 那運動賽事呢 跟運動員在場上的表現 都和天氣息息相關 不過在這樣子的高溫環境下 可能會影響到選手的健康 對呀 的確奧運馬上就要登場 那不管是在西半球 東半球 這整個地球現在這幾年 氣候變遷 整個氣溫飆高 好像大家身處在一個大火爐裡面 那偏偏奧運呢 幾乎都是在北半球舉行 像過去在雪梨啦 在里悅啊 很少數在南半球 那在北半球又集中在夏天 這就比較麻煩 那因應到最近這一二十年來 這個夏天的整個氣候異常 像東京奧運會 里悅奧運會 或甚至現在即將要登場的 這個巴黎奧運會 大家都很擔心 這個旅創新高的高溫的 這樣的一個天候 選手們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就單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整個東京在奧運期間 曾經出現過三十四 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溫 甚至相對濕度呢 高達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比賽天候 是比比皆是 那在網球場上 很多從預賽 以及晉級之戰 都從上午就開始打 甚至打到日陣當中 男女的球場裡面 對 就是最熱的那時間呢 比賽並沒有暫停下來 那當時俄羅斯的這個名叫 梅德韋迪夫 在東京奧運會之前 世界排名第二 他的第一場比賽 被安排在日陣當中 他就打電了有點不爽 接下來好不容易贏了 晉級到第二場十六場比賽 這越打越不對勁 而且步履瞞山 感覺呼吸也不是很順暢 當時裁判曾經叫停 上場去詢問說 你是不是還OK 需要喝口水喘一口氣 那梅德韋迪夫怎麼回答這個裁判 他說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好好的打完這場比賽 因為太熱了 我可能會死 那如果實在動靜的話 誰來幫我負責呢 那他上次賽後也反映說 他打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好像整個橫隔膜被堵住了 轉不過氣來 他無法呼吸 那最後呢 還好那場比賽勉強過關 那晉級到了八強比賽 終於大會呢 對他有點比較這個理喻一點 讓他在下午三點 那場比賽開打 不用在日陣當中去出賽 那下午三點的東京 其實還是熱了 當那場比賽呢 遇到比較年輕的 這個西班牙第六宗旨 波斯達 結果呢 Mediway迪夫就掛掉了 那一屆東京安會 沒有辦法拿到任何的獎牌 那贏過他的這個 西班牙的這個好手波斯達 最後呢在四強 打敗了喬克威奇 拿到了裡面的銅牌 那講起來好像西班牙的選手 比較耐熱一點 所以 能不能耐熱 能不能在高溫底下 來回的持續的這樣的一個吃層 可能會關係到這個獎牌的這個橙色 這絕對是這個這樣子 而且還有濕度問題 對 如果說同樣的氣溫 像台灣蠻濕的 比如說早上起來或怎樣 感覺汗馬上就是大汗淋漓 這個身體也不舒服 成績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另外東京奧運會的鐵人三項的比賽 獲得金牌的是挪威的 他在最後跑步的時候 就是甩開了其他對手 等於說他贏在最後的跑步 不過他抵達終點的時候 那個印象那個畫面 可以說震驚全球 他狂吐不止 一直吐 吐完之後整個人就 攤在地上 最後呢在領獎之前 他是被大會用輪椅 推過去的 也就是說他在整個比完賽之後 整個狀況是非常糟糕的 那之前不是說 會不會是因為他狂吐 是因為東京灣的海雪太髒 裡面可能大腸桿菌太多了 但事後他是說 認為雪姿還可以 主要身體出現很不舒服的一個情況 真的是天氣實在是太炎熱了 有點中暑的一個情況 他說呢在他的祖國 他的挪威的這個訓練的環境 幾乎長年的這個平均溫度 就是在10度左右 而且長年都有風 來到東京 來到這種高溫的情況之下 真的一下子很難去適應 雖然拼了命 可以說是賣命演出 幫挪威拿下這片金牌 但真的是薄命演出 那東京奧運會 在女子的項目 很多女子選手也受不了 大陸代表他們參加 這個三鐵的這個眾夢營 這片選手也強過 其實在奧運的前面的 2019年的奧運測試賽裡面 當時候也是在下風舉行 就出現了很多選手 跑完的時候 一直狂吐的一個情況 怎麼樣 比如說現場有冰塊 有水讓你降溫 都沒有辦法 所以接下來這個賽會 包括奧運會 是不是主辦單位還有國際奧運 真的要好好思考 把高溫 對於選手所造成的這個影響 列入他們整個賽會的安排 或場地安排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要不然可能選手在場上 甚至這個危急到生命的情況 可能會為了一些例子 會沉出不求 那在東奧裡面 大家這個考慮到選手 或者是天候狀況 最明顯的一個改變 大家還有影響的話 就是把馬拉松競賽 本來是要跑東京 整個皇居 或者是東京 最出面的這些名勝 這些景點繞一圈 那沒辦法太熱 就移到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 但是八月份的北海道 這個不像上個世紀 那我聽說很多去 七八月過去參加過 雜黃馬拉松的這些朋友講 他們本來預計 移在夏天去報北海道的馬拉松 可能是一個比較涼爽的天氣 但是這幾年不是沒回事 還是爆熱 對 那所以呢 這個2021的這個東京奧運會 就算把這個馬拉松移到這個北海道 從這個雜黃的大通公園冥槍出發 當天上午一冥槍的時候 就是26度 那相對濕度呢 也差不多將近來到70% 80%左右 結果怎麼樣呢 就是很慘 男子馬拉松參賽的106人當中 也有30個人 BNF 就是沒辦法完賽 那算起來將近三分之一的人 在半途 就半途而廢了 就舉白起了 那這樣的一個比例 在歷屆的馬拉松裡面 退賽的比例 就是以東京奧運會這次最多了 在今年2024波斯頓馬拉松拿下冠軍的那個 伊索皮亞的那個好手叫雷馬 三年前 雷馬也曾經跑東京奧運馬拉松 但是呢 他只跑了半馬 就太遠 就受不了 就跑不下去了 而且他退賽了之後 接下來 這個伊索皮亞的另外兩名男子好手 也沒辦法完成比賽 就是出現了過去呢 這個伊索皮亞這個衝長跑 這個幾乎可以跟肯亞這個平起平坐 稱霸世界這個馬拉松舞台的 這樣的一個大國 竟然派出了三名選手 都沒辦法完賽 這也是歷史非常罕見的一個情況 再來看看一個例子 日本的伊哥也就是亞洲伊哥 這個可以說是日本 這個男子馬拉松的希望大獲擊 他最後成績還表現不錯 拿到了第六名 雖然沒獲得獎牌 不過以他將近三十歲的年紀 那能夠在亞洲的這個世界級的比賽 代表亞洲跟東非的這些選手 看好拿到第六名也不錯 不過中間呢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頻頻換帽子 那事後呢他跟記者說 因為他除了換這些白色帽子 比較不會像黑色的 比較西光之外 這個旁邊志工遞給他的這個帽子 聽說都是從冰庫拿出來 降溫 有冷凍的帽子有降溫冷卻的一個效果 所以呢這應該也是他最後能夠完賽 而且呢幫日本拿下了最近這幾屆奧運會以來 在男子馬拉松最佳的這個第六名 非常重要的一個 已經是地主了 他都需要用到冰過的帽子 那其他那個國外來的選手更不習慣 對啊 你想東非的那些選手 連黑人選手都沒有辦法適應這個高溫 所以說你可以想像 現在夏季奧運會 在日陣當中 或者是這種長距離的比賽 選手呢 除了要本身要抗衡 就是說彼此競爭之外 最大的最大的對手 可能就是這個野酷的天氣 那面對到這次這種極端高溫奧運 我們自己的體育署 有為選手做什麼準備嗎 那之前這個我們的選手 到歐洲去參加一些奧運的 之前的一些比賽的時候 後來也就反映了 在這個歐洲的夏天 其實這幾年也是暴熱的 特別是巴黎當局呢 這一次他們的籌委會 在選手村呢 是不裝設冷氣的 不裝冷氣 對 那這也引起了這個 很多的這個議論 那選手如果在這個比賽現場 已經是熱爆了 那回到這個旅館 回到的這個選手村 還沒有空調沒有冷氣的話 怎麼辦 那麼在六月 這個我們的立委 在立院就質詢了教育部的證詞 那其實我們的教育部 體育署 之前也收到這個訊息 那現在我們的做法是 透過了當地的代表 跟法國當局租用了50台 移動型的水冷氣的這個冷氣機 而且呢這個冷氣機這樣的設備呢 到時候會進駐到中華隊選手村的 以選手為主的各個房間 那而且聽說這樣的一個降溫的效果 之前呢在當地已經演練過了 所以呢像我們的小袋啦 我們的這些選手到了這個奧運村的時候 應該到時候就算呢這個氣溫飆到了 有這些臨時的這個配備的話 我想應該在克服當地的這樣的一個高溫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至於為什麼巴黎的這個籌委會 奧運籌委會這麼堅持 這次不裝冷氣 但法國在這個整個這個減碳啊 或者是整個環保 可以說是在全世界算是一個標竿的國家 那他們的做法是說 在整個布裝空調之下 改變整個房屋的結構 在地板裡面呢用木質地板 底下布滿了S型的這個管線 那個管線就是類似水管 在夏天的時候呢在水管裡面 去注入大概11到14度 比較低溫的這樣的一個水 空調水 讓整個空調水在地板裡面流程 那地板的如果降溫的話 是不是整個室內的溫度 當然相對也可以降低 對那這樣一來呢 如果說這個室外的溫度 如果在32度的時候 以這樣的一個降溫的裝置 他們評估過室內這樣的氣溫 可以降低到23度 那如果室外呢 這個在32度以上的話 這樣的啟動 這樣的一個降溫的效果的話 室內可以大概可以控制在26度 但是我是覺得以這樣的一個數據來講 如果是標到40度怎麼辦 那這樣的一個室內空溫的效果 如果4萬40度 那室內是不是也會突破30度 也有可能 而且它沒有算到 它沒有計算到全部人都住進室的狀況 對而且就是說如果同一個時間 進去進度的這個人比較多 那使用這個裡面的這個 其他的電氣溫度比較多的時候 那是不是可能到時候 這個選手在裡面又會揮旱如雨 這也有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那現在可能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都很難去猜測 如果慢慢覺得奧運這個開幕典禮之前 各個代表團分別進駐了之後 這樣的一個選手的感受 才會陸續的會有一些報導出來 不過至少到現在就是說 到時候選手比較擔心的沒有容器 雖然一般睡眠不好啦 影響到睡眠品質 進而影響到隔天白天之後的 選手的一個表現 可能大家現在心裡面 比較擔憂的是這一點 那在歷史上有沒有什麼 因為高溫而產生的悲劇 就是除了現在關 以前的事情 其實在一百多年前呢 馬拉松競賽就曾經因為高溫 而產生了人類史上第一次奧運會 選手不幸上映的情況 這個例子就出現在1912年的 斯德哥爾摩奧運會 那斯德哥爾摩是哪一首歌 是瑞比 本來想說北歐應該緯度比較高 就算在七八月的夏天舉辦奧運會 應該溫度也可以控制得很好 但偏偏那一天呢 標了聽說文獻上是假的說 超過四十度的一個高溫 四十度一百多年前的四十度 對對對 那葡萄牙呢 在那一屆的奧運會 是他們史上第一次派選手去參加奧運會 他們參加馬拉松的這個 Lazzaro這名選手 也剛好是葡萄牙參與那一屆奧運會的 開幕的長期冠 對 那他那時候的選手啊 參加馬拉松一個習慣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防曬油 他們習慣呢 拿動物的油脂塗在身上 那一方面呢能夠減少這個日曬 這個水分的這個增發 但後來的醫學認為 這個反倒是適得其反 跑久了之後 這個牛油或者是動物的豬油 滲透到你皮膚底下的話 反倒會形成一層蠟 這個蠟呢附著在你的皮膚上面之後 你可能之後呢 這個水分這個溫度就散發不出來 那你在這個整個影響了排汗之後 你身上的電解質也會失去平衡 所以這個拉扎爾在跑了 佔近30公里之後就不知倒地 那時候整個賽會的品質或者空置 也沒有像現在那麼好 可能也延誤了就醫 就從此就是陸上 在奧運的會場上 那一年呢 在日本也派出了一個精力4-3 去參加斯德哥爾摩奧運會的男子馬拉松 他也因為天氣太炎熱 跑到一半的時候 就整個人就跑到一個果園裡面 去摘水果來吃 來解渴 跑一跑呢 他也昏倒了 還好當地好性的果農呢 把他扶回家 那清醒了之後呢 這個精力4-3 也沒有回到大會的終點去報到 就隔幾天 就跟著日本代表團坐船 又回到東京去了 那斯德哥爾摩奧運主辦單位 認為這個人把他列為失蹤人口 因為他不曉得他下落在哪裡去了 後來才發現這個人呢 沒有完善 還活著回到日本 後來是在隔了55年之後 1967年瑞典呢 舉辦了一個奧運55周年的回顧的一個紀念活動 跟日本聯絡 他們把這個精力4-3呢 再邀請回去在瑞典 把沒有跑完的那個 最後的幾公里把他跑完 所以呢這個精力4-3也締造了歷史上 跑馬拉松跑最久的一個紀錄 他從1912年跑到1967年 花了54年 8個月又有06天的時間 才終於完賽 那這個精力4-3如果大家有印象 如果去這個大阪新災橋 那邊有一個這個 跑跑人 孤立國的那個標誌 就是原型物 就是這個精力4-3 前幾年那個人變成林奈堯 對那個是後話 那精力4-3他也後來被尊稱為 日本的馬拉松之父 不過不講不大不曉得 其實在100多年前 他曾經還迷失在這個賽道上 有這麼一段插曲 現在距離奧運越來越近 那巴黎當局可能一個頭兩大 除了要整治賽那盒之外 還有天氣問題越來越熱 不過大家還是希望這個到時候 天功能夠做美 讓選手在一個舒適 而且低溫的情況下 能夠順利的完成這一屆的奧運 好 如果您還想提一聽 更多的體育訊息 還有奧運的話題 歡迎您在底下留言 今天動了沒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